日本准航母已迅速集结。秘密进入实战状态。无需美军遮风挡雨。 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,向来对海上安全极为重视,海上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在亚洲长期傲视群雄。 自卫队装备精良,其中不乏来自美国的先进装备,而作为一个已开发国家。 日本也自行研制了大批先进武器,尤其是作为海战核心的直升机航母。 据媒体报道,日本加赫号直升机航母与印度海军已经迅速集结到了印度洋海域。 并展开为70左右的联合演练。作为出云集直升机的二号舰加赫号拥有与航母相似。 的全通式甲板。 该舰的标准排水量19500吨,满载排水量27000吨,航速最高可达30节。 。 从加赫吨位来看,其已经超过英国无敌级轻型航母,与意大利新航加福尔号不相上下。 加赫号直升机航母全长248米,宽38米,飞行甲板同样大于上述两艘军舰。 可以说,加赫号就是一艘能够进行远洋作战的准航母。 赞助商链接。 据资料显示,加赫号直升机航母除了可搭载14架先进的SH-60K海鹰反潜直升机。 。 外核MCH-101运输直升机外,还能起降V-22余鹰旋转翼和F-35B垂直起降战斗机。 。 过去日本的88舰队能够携带12架反潜直升机,而加赫号一艘舰艇就能携带12架的。 。 反潜直升机,因此,有了加赫号的88舰队反潜能力至少提升一倍,可覆盖海域也随之增加数倍。 。 加赫号直升机航母搭载的SH-60K反潜直升机,是日本三菱重工开发的SH-60J的后续型号。 。 与SH-60J相比,它最大的改进是搜钱设备性能大幅提升,其主要搜钱设备是新型的HQS-104D。 。 。 频主动调放声纳,性能相当有美国海军的ANAQS-22D频声纳,和有效对付装备销声瓦的低噪音潜艇。 。 除此之外,SH-60K还具有良好的探测水面舰艇能力,可执行侦察、监视和搜索救援等任务。 。 。 赞助商链接。 。 据日本媒体报道,日本还正计划引进F-35B短具垂直起降战斗机,数量可能为一个中队20架。 。 同时也报道了将出云及改装卫航母的计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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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-35B全长15.4米,一展10.67米,高4.33米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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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毫不夸张地说,这种航母编队在远离海外的大洋作战时,是具备与常规动力航母编队叫板的实力的。 赞助商链接 值得关注的是,印度海军维克拉玛地亚号航母仍在维修状态中,而日本海上自卫队能 购导印度洋海域参加演练,则暗示加赫号已经秘密地进入了实战状态,并具备了远洋作战能力。 考虑到日本一方面不断推进自身军力建设,积极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,另一方面强化和升级。 与印度的防务合作,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,这严重超出了本身的自卫范畴。 亦然无需美军再为其遮风挡雨,国际社会应对此心生警惕。 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,向来对海上安全极为重视,海上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在亚洲长期傲视群雄。 自卫队装备精良,其中不乏来自美国的先进装备,而作为一个已开发国家。 日本也自行研制了大批先进武器,尤其是作为海战核心的直升机航母。 据媒体报道,日本加赫号直升机航母与印度海军已经迅速集结到了印度洋海域。 并展开为70左右的联合演练。 作为出云级直升机的二号舰加赫号拥有与航母相似。 的全通式甲板。 该舰的标准排水量19500吨,满载排水量27000吨,航速最高可达30节。 从加赫号吨位来看,其已经超过英国无敌级轻型航母,与意大利新航加福尔号不相上下。 加赫号直升机航母全长248米,宽38米,飞行甲板同样大于上述两艘军舰。 可以说,加赫号就是一艘能够进行远洋作战的准航母。 赞助商链接。 据资料显示,加赫号直升机航母除了可搭载14架先进的SH-60K海银反潜直升机。 外合MCH-101运输直升机外,还能起降V-22鱼鹰旋转翼和F-35B垂直起降战斗机。 过去日本的88舰队能够携带12架反潜直升机,而加赫号一艘舰艇就能携带12架的。 反潜直升机,因此,有了加赫号的88舰队反潜能力至少提升一倍,可覆盖海域也随之增加数倍。 加赫号直升机航母搭载的SH-60K返潜直升机,是日本三菱重工开发的SH-60J的后续型号。 与SH-60J相比,它最大的改进是搜钱设备性能大幅提升,其主要搜钱设备是新型的HQS-104D。 频主动调放声纳,性能相当有美国海军的ANAQS-22D频声纳,和有效对付装备消声瓦的低噪音潜艇。 除此之外,SH-60K还具有良好的探测水面舰艇能力,可执行侦察、监视和搜索救援等任务。 赞助商链接 据日本媒体报道,日本还正计划引进F-35B短距垂直起降战斗机,数量可能为一个中队20架。 同时也报道了江出云及改装卫航母的计划。 F-35B全长15.4米,翼展10.67米,高4.33米。 通重14.7吨,最大起飞重量27.2吨。 只要对出云及航母稍加改进,出云浩和加克。 耗军可搭载10架F-35A战机,并组成双航母编队。 而面对大多数国家海空军尚无隐身舰载机的现实。 F-35A几乎可以对弱小对手的海空军形成单方面秒杀,对其水面舰艇实施隐身状态下的反舰作战。 毫不夸张地说,这种航母编队在远离海外的大洋作战时,是具备与常规动力航母编队较版的实力的。 赞助商链接值得关注的是,印度海军维克拉玛地亚号航母仍在维修状态中,而日本海上自卫队能。 购导印度洋海域参加演练,则暗示加贺号已经秘密地进入了实战状态,并具备了远洋作战能力。 考虑到日本一方面不断推进自身军力建设,积极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,另一方面强化和升级。 与印度的防务合作,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,这严重超出了本身的自卫范畴。 已然无需美军再为其遮风挡雨。国际社会应对此心生警惕。 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,向来对海上安全极为重视,海上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在亚洲长期傲视群雄。 自卫队装备精良,其中不乏来自美国的先进装备,而作为一个已开发国家。 日本也自行研制了大批先进武器,尤其是作为海战核心的直升机航母。 据媒体报道,日本加赫号直升机航母与印度海军已经迅速集结到了印度洋海域。 并展开为70左右的联合演练。 作为出云集直升机的二号舰加赫号拥有与航母相似。 的全通式甲板。 该舰的标准排水量19500吨,满载排水量27000吨,航速最高可达30节。 从加赫号吨位来看,其已经超过英国无敌级轻型航母,与意大利新航加福尔号不相上下。 加赫号直升机航母全长248米,宽38米,飞行甲板同样大于上述两艘军舰。 可以说,加赫号就是一艘能够进行远洋作战的准航母。 赞助商链接。 据资料显示,加赫号直升机航母除了可搭载14架先进的SH-60K海鹰反潜直升机。 外合MCH-101运输直升机外,还能起降V-22鱼鹰旋转翼和F-35B垂直起降战斗机。 过去日本的88舰队能够携带12架反潜直升机,而加赫号一艘舰艇就能携带12架的。 反潜直升机,因此,有了加赫号的88舰队反潜能力至少提升一倍,可覆盖海域也随之增加数倍。 加赫号直升机航母搭载的SH-60K反潜直升机,是日本三菱重工开发的SH-60J等后续型号。 与SH-60J相比,它最大的改进是搜钱设备性能大幅提升,其主要搜钱设备是新型的HQS-104D。 频主动调放声纳,性能相当有美国海军的ANAQS-22D频声纳,可有效对付装备销声瓦的低噪音潜艇。 除此之外,SH-60K还具有良好的探测水面舰艇能力,可执行侦察、监视和搜索救援等任务。 赞助商链接 据日本媒体报道,日本还正计划引进F-35B短距垂直起轿战斗机,数量可能为一个中队20架。 同时也报道了将出云及改装卫航母的计划。 F-35B全长15.4米,翼展10.67米,高4.33米。 空重14.7吨,最大起飞重量27.2吨。 只要对出云及航母稍加改进,出云浩和加克。 号军可搭载10架F-35B战机,并组成双航母编队。 而面对大多数国家海空军尚无隐身舰载机的现实。 F-35B几乎可以对弱小对手的海空军形成单方面秒杀,对其水面舰艇实施隐身状态下的反舰作战。 毫不夸张地说,这种航母编队在远离海外的大洋作战时,是具备与常规动力航母编队叫板的实力的。 赞助商链接值得关注的是,印度海军维克拉玛地亚号航母仍在维修状态中,而日本海上自卫对能。 购导印度洋海域参加演练,则暗示加贺号已经秘密地进入了实战状态,并具备了远洋作战能力。 考虑到日本一方面不断推进自身军力建设,积极发展进攻性武器装备,另一方面强化和升级。 与印度的防务合作,扩大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,这严重超出了本身的自卫范畴。 已然无需美军再为其遮风挡雨。国际社会应对此心生警惕。